大家好我是九九 今天我去菜市场逛了一圈 看了看去了也不知道买手 后来有一个头发拿了这一块猪肝 他说快来 我这个猪肝很新鲜的 我就随手就说 一想就买了这块猪肝 回来做晚餐 来洗一下 这个猪肝好洗了吧 这个没怎么长的 对啊 少个洗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切片就可以了 嗯 少个片不要太大 切薄片 对啊 炒一下就 它这里只要这么厚 你可以换个红线就不行 太大了 不需要太大了 现在头发都很畏缩的 那当然 本来我不想吃这个菜的 经它那么一说 自然就朝它那个方向走去了 是 有一种像磁铁一样是吧 对 把你吸不清 所以说做什么生意还是要会缩 嗯 那你就是铁它就是磁 那会缩的人它东西都卖得快 对 那一个屁都打不响的人 东西能卖得出去吗 嗯 准备一个姜 稍微切一下 加油 你这个锅都可以照镜子了 好亮特的 很干净吧 嗯 对 开着发光 就像你的头发一样 哼 打了摸丝 这个是打了油丝 你也太会比喻了 确实是如此 我再看一下你的头发 你看 再看一下锅 真的可以照镜子 你看 看油里面有我 对 这个油好轻的 哎呦 好 我们先把这个姜下进去 来 再加一点豆辣椒 不敢加多 加爽一点 炒一下材料去 好 加一点 融烟鬼火 该烧烈火 火越大越好 嗯 等会那个猪干放下去 一会儿就熟了 来把土砂放下来 来把土砂放下来 今天这个土砂我不腌制 它在我们的老土方子 下锅一煮切片片 再点辣椒酱 再点辣椒 哎 你们那是煮啊 对 哎 那是吃好 那碗没吃完 必须夹着汤 看来这个葱在炒菜当中 重量很大 对 少一尺 长一点 瘦得要快 快点快点 不然老了 好 加葱 我看你 我看你急的 看来炒这个时候 我没煮了 小心一点 别摔到锅里面去 再后面 快来吃哦 今天风暗 有点凉 没事的 你吃 饭凉了 我从家里面吃过来了 我尝一下就行 你吃过了 对 米酒 米酒爱吃吧 嗯 你吃过了 这软软的它不爱吃 嗯 哎 你这么没点饭 吃了 品尝一下就行 嗯 别人就在家吃过 我吃那么多干嘛 嗯 还不错 是吗 嗯 好吃 加鱼咯 你还吃这么少 我是老人家 你不要简单的吃啊 所以有点雷带不吹你的 烤火 烤肉 烤肉 还有点火可以烤吃吧 会烤红色的不错 烤什么吃吧 煮一下还好 煮的没有烤的好吃 烤的好吃 炖东西的时候可以 对 在炒菜的话 那个火不够 嗯 多吃点菜了 嗯 你饭少吃的 你说你饱了 你就尝尝菜啊 多吃点 今天肯定在家里吃好的 要不饭 菜都没吃多少 好吃 正不多吃一点呢 好多吃 多加一点啊 现在我们菜市场有些 你到下围去烤肉的话 都没有肉了 我俩头发怎么 现在头发都不见了 他说 没猪丝啊 你又来了 你这脖子吃的这么长 来给你吧 你跑你那个去啊 他跑我这边搞了一块 你跑你那个去 你跑你那个去吧 他跑我这边搞了一块 今天整个不做生了 是不是不开心了 没有 吃完了你家里回去穿鱼 很冷 今天怎么了 是不是被人打了 没有 看看我吃了多生的 看你不开心啊 米姐都不开心啊 没有不开心啊 是不是今天冷傻了 避风吹傻了 今天我用这个猪肝来炒豆椒 虽然这个猪肝没有提起椰子 但是炒出来也非常的软 所以切得薄 切得薄的话火大 晒下午厨就给它炒好了 好了 吃完了